啊 爸 爸 你这样吧 你就放心 啊 这个事儿 十个月以后见 好的 爸爸 再见 哥哥 啥十个月以后见呢 来 媳妇 来 你过来 干啥 你坐这儿 媳妇 刚才我爸爸给我来了个电话 你爸给你来电话 你坐我手干啥呀 有你的事儿 是啊 嗯 说吧 我爸说想让我们再要一个 我答应他 我刚才跟他说 十个月以后见 你懂吗 你答应了 我还没答应呢 你要无土栽培呀 看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 这不是人家跟你商量吗 不商 为啥呀 人家 人家还得保持体型了吗 大米 在这方面你尽可放心 你生不生体型基本上没啥变化 这点我还是挺小自信的 哎 等会儿 我有个重要的事儿问你 你说 是不是你爸 要抱孙子你才让我生的 没有 我爸还真没这么说 即使他有这个想法 我也没有这个想法 你看啊 大米 如果咱们再生一个男孩 咱们家就是龙凤城乡 如果咱们要再生一个女孩 咱们家今后 就是草原英雄小姐妹 好 老公 你要是真这么想啊 那我就生 好的 大米 嗯 你就没有什么别的事儿要干了吗 嗯 我要去趟药店 去药店干啥呀 买叶酸 好的 去买吧 好 那我去了啊 拜拜 看见了吧 就我媳妇儿 生不生 这体格子就放在那儿呢 肥 太有肥 没肥呢 滚 等孩子十八岁以后再出来 哎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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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造型 起了行不 怎么对了这是 你看不出来啊 啊 我被二米粒给踹出来了 又为啥呀 我刚才在屋里给他发了个微信 看完了他就急眼了呢 你可真行 两口在屋呢还发什么微信 有什么事儿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我从网上看着呀 孕妇啊 多看一点漂亮小孩的照片 将来生孩子 哎 那孩子就跟这照片上小孩一样 啊 所以说我在网上就找了很多漂亮小孩的照片发给他了 看完了他就急了呢 咔一脚踹我出来 十八年以后再见 不会呀 什么照片啊 你看在这儿呢 你看看 我看看我看看 哎 哎 哎 这多好啊 你看 你看这全是小男孩 多漂亮啊 哎呀 大姐夫 啊 坏就坏 这全是小男孩了 怎么了 其实二米粒想生个女孩 她怀孕之前就跟我说 她想要个女孩 哦 那你想要什么呀 我 干啥呀 我当然想要男孩了 你想想 生个小钱润风 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骑在我脖子上 到时候在街坊里面邻居面前 我说 我们家房子首付谁付的 小孩说 爸爸 多好啊 那你就直接跟他说不就完了吗 我敢说吗 所以说我就用这些照片进行无声的抗争 求你那个死出 你还抗争 你那是作死 来来来 起来 不是让你离家十八年吗 赶紧收拾收拾 一走十八年得准备不少东西 大姐夫 说什么玩意儿 你还真想让我离家住走十八年呢 哎呀 顺风啊 就这么点事 回去跟他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我说不清楚 这么点事怎么还说不清呢 这么点事你就帮我扛一下呗 你不会是又坑我的吧 我没坑你 你就帮帮我吧 要不然我就撵出去了 就这一个事吗 就这一个事 不会是坑套坑吧 没有 就这一个坑 坑里边有水吗 汗坑 顺风我跟你说 这我不是说你 怎么了 你说这么点事你也让我替你扛 丢不丢人呢 以前你让我扛这件事 不管怎么说 那还是有一些质量的 能体现我的价值 你这么点事 一点挑战都没有 哎呦 这种事有什么可扛的 那大人 把阿米叫出来 好好好 我给你搞定他 好不好 那你什么 你把这个给我发过来 照片发到我手机上 走 发过去了 走了收到了 照片啊 把它叫出来 给我三十秒 我还你一个十八年 三十秒 好嘞 二米这样 挑战都没有 媳妇 喊什么喊 媳妇 前顺风 哎呀 你怎么还不好啊 我不是 赶紧的 十八年以后再回来 哦 站住 二米 来来来 大姐夫跟你说点事 说什么呀 二米啊 嗯 这些照片 是我发给前顺风呢 行了 怎么的还不信吗 还给你发给前顺风呢 谁信呢 哈 物证 人证 被害人 全促齐了 不是 大姐夫 你说 你说你是不是闲的呀 怎么呢 你没事存这些照片 干啥呀 我有用啊 啥用啊 怎么就许你们生孩子呀 我告诉你 我正式宣布 我和你大姐 要再次扬帆启程 呦 我们准备要二胎 啊 我跟你说啊 我听人家说呀 看什么生什么 前一个咱们不是女孩吗 妞妞 我就想再要个男孩 所以我就给她准备了这么多小男孩的照片 明白了不 发错了 发到前顺风那儿去了 看你大姐 这扯不扯 我还误会我们家前顺风 这一交给我的 我估计够呛 没事吧 没事的 没事的 媳妇你回去歇着吧 不疼吧 没事 你都踹习惯了 回来 回来 哎呀 大姐夫 怎么样 去远了 大姐夫 多长时间 卡表 26秒4 你看 我说什么 我能确定 30秒 一点挑战都没有 大姐夫 大姐夫 你替我看 我突然想几个事 来来来你坐 我问问你 有趣了 来 来 二明 说 有什么问题 你说吧 大姐夫 作为我大姐的亲妹妹呢 那么问题来了 请说 你喜欢男孩 不喜欢女孩这事 我大姐知道不 当然 必须知道 明白不 我已经跟他声明了 我说必须是男孩 明白不 你懂了吧 懂了 那个大姐夫 那要作为你的亲小姨子 问题又来了 那你说我大姐 万一没生好 生个女孩 咋整啊 那不行 那不生虫了吗 生 大姐夫 干什么 别别别 你别说话 正在有趣的时候 来 行行行 你别管生不生虫 我就问你要是生女孩 咋办 大姐夫 你别说话 你可以不 正在有趣的时候 干什么 这个问题问得好 我告诉你二明 如果是那样的话 你大姐的生活将会非常悲惨 那你喊到什么程度啊 饭她做 碗她 逼她擦 现在不也是她吗 哎呀 对 讲来还是她 哎呀 一样是她 大姐夫 嗯 爷们 我最后再问你个问题吧 好 你知道我大姐去哪了吗 去哪了 她在配合我 去药店买叶酸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最惨的时候 看见了 最惨的时候 哎 哎 天哪 大姐夫 大姐夫 大姐夫你听着 你可得挺住啊 大姐夫 大姐夫你得坚持到底啊 是不是 哎 不能说瞎话 啊 说瞎话是容易遭天谴的 哎 怎么你老说瞎话 你不遭天谴呢 我没说瞎话 赵刚刚 站起来 你站起来 媳妇 你听我跟你说 好啊你啊 你口口声声说 生男生女无所谓 还什么草原小姐妹 这也算 该给你吃了吧 我吃它也没用啊 怎么没用 你不喜欢男孩吗 你自己生吧 无土栽培吧 还十个月以后 六十年以后再见吧 完了 完了 赶出去了 六十年以后 一个甲子 我还回得来吗 哎呀 大姐夫 这就不是我说你了 你这一点啊 就得跟我们家顺风学学 对 你这一块 你就真不如它 表示 赵方子 你说生男生女 不都一个样吗 你怎么能做出这么 你太不像话了你 不是 钱顺风啊 不 你小心 阿米丽怀孕了 不能刺激她 那个媳妇 走 回去休息 坚持 等会儿 等会儿 你留下 这干啥呀 帮大姐夫 收拾收拾 五十年了 回来 胡子不都得搭了地了 帮她收拾收拾 给她准备点干粮 再准备两盆大葱 大姐夫 两盆大葱够不够 咋子 咋子了 钱顺风啊 你也太不像话了 我咋子了 你太和你刚才说那话了 这不是你其实我干的吗 你就给我挖坑是不是 你偷我是不是 大姐夫 这事咱可得说清楚啊 当着街坊邻居的面啊 怎么的 一开始我给你挖的是一个浅坑 对不对 是你自己说的 没有挑战 你跳到浅坑里给自己又挖了个真坑 对不对 你又说无趣 你于是在坑里又浇上了水 撑着了吧 我那不是为了挑战极限吗 那还是怨你呀 不管怎么说 这个坑也是你邀请我跳的 顺风你必须得帮我 你这个事做得太绝了 我帮不了你啊 陈顺风我告诉你啊 我去实事 我一走就是六十年 陈顺风你走吧 你不想想啊 这六十年你得犯多少错 我告诉你 你要没我替你扛的 你要能活过三天 我做你命令 我突然明白了 大姐夫我帮你就是帮我自己 当然了 但是还有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 我这个人挖坑挖习惯了 填坑我没有经验呢 不是你 你专业怎么这么单一呢你啊 大姐夫这么单 你求求二米粒 二米粒大米粒亲姐妹啊 行行行 好不好你赶紧的 那个二米粒媳妇儿 媳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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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夫 怎么还没走呢 大丛不够啊还是没大将啊 二米昂 你拍拍良心想一想 大姐夫平时对你怎么样 是是 二米昂 大姐夫一走就是六十年 你给家子 你就忍心大姐夫走吗 你就忍心我和你大姐分开吗 大姐夫是咱自己家人 就算她是个外人 咱也不能眼睁睁地看见 人家两口子两地分居 六十年哪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 你就不能替大姐夫扛一下吗 我怎么替大姐夫扛啊 要扛也是你扛啊 平时不用大姐夫替你扛嘛 对平时都是我替你扛啊 关键是这个事我替他扛不了啊 这是 你咋那么笨呢 我咋说呀 你就这么说呗 你就说我喜欢小女孩 你呢喜欢小男孩 然后你就给我发了一堆小男孩的照片 我就激了 你就怕我生气啊 你就找到大姐夫 你就跟大姐夫商量怎么替你扛 当大姐夫正扛到惨的时候 我大姐夫出现了 不对这点事吗 哎 哎 哎 这个事你扛你 你挨什么你挨什么你 这不行这个 怎么呢 二美丽你编的这个故事 太像真的了 哎 这怎么是编的呢 这本来是 你小心点 你怀孕了 你不能刺激他 那到底什么意思啊 那个大姐夫就是说你编的太好了 你太聪明了 这个时候就别夸我了 你就照我这么说 跟大姐说 去 对赶紧去 不是我不能说 我一说大姐就认为我骗他 你得说 二美丽 求求你 你说吧 你说大姐能相信 你善良 轻易不骗人 是是是 行 交给我大姐夫啊 那个给我十秒钟 管你六十年 我的天 行好了 老雷 这个 你俩别闲着 倒计时 开箭 好 倒计时 十 九 八 六 七呢 七 干什么玩意儿数这么快 七 五 六呢 六 你自己数吧你 我忘不了你 五 四 二 三后不是二 你就是二 二 一 电火 完 大姐夫 大姐夫 搞adi 有请我大姐 钢子 我最老的爱 小费 欺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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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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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喘不上劲来 钢子 你是不是又舍身取义了 你不能总这么干 你都干死自己多少回了 好心疼 这就行了 大姐啊 行了 小土豆子 你闭嘴吧你啊 你没事儿老给我们家钢子挖坑 而且这次挖的还是连环坑 你还往里边注水 没有在 你过来 水 啊 钢子啊 你给我倒点水 怎么倒水干啥呢 我要吃叶酸 是不是 看见了吧 这就是配合 明白不 这就是合作 明白不 这可是还是这计划 全挑战都没有 你不去 你不什么你不啊 谁是那儿 看着没有 你媳妇我这能力 10秒钟 不只还大姐夫60年 还给我大姐长五了好方子 哎呀 行了 别吹了 你整个真故事你去骗人 谁能不信呢 你还真是 怎么真呢 你刚才编那故事就是个真的 我和大姐夫就是这么干的 你还你还啥 啥吹啥玩吹 你还吹吹 啊 那万天是你想要男孩儿啊 我当然就想要男孩儿了 好 前春风多好 然后怕我生气 嗯 你给大姐夫挖了坑 然后大姐夫乐坑跳进去了 不哭就跳进去了 哈哈哈哈 前春风 带着你的 架着我 架着你的马车给我滚蛋 妈呀 我说漏了 大哥 大姐夫 开门啊 你人家来了 你站住 这个有坑啊 坑里边有水 里边有冰子 不是 有 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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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